可以看到一名头戴渔夫帽 黑色口罩的窃贼 先是翻过围墙 从三楼高的窗户爬进宫庙 又翻过栏杆才顺利潜入 但在试图敲开三楼香油前香时 触发警铃 搞笑逃脱画面 全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而警方也在八小时内顺利逮捕嫌犯 带您来听警方说明 事发就在三号凌晨三点 窃贼在敲开香油前香时触发警铃 但是逃脱时却以匍匐前进的方式爬行 仿佛前方有敌人要克服障碍 最后还模仿起鸭子走路 这样的搞笑逃脱画面 都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周遭监视器画面 八小时内就顺利破案逮人